晚间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政府昨天悠转宣布家庭 商业和工业用户的电费维持不变 但所有非家庭用户将被征收每千瓦时3.7仙的附加费 即便这样 首相拿督斯里希斯麦·沙比利认为 这笔附加费相当低廉 不足以成为商业和工业用户抬高价格的理由 尽管的是 特别是 MC 和工业用户较大 都能够提供 必要提供的忽停 提供的价格 希斯麦·沙比利也是 彭亨百乐区国会议员 他今天在选区出席活动之后表示 政府为商业及工业用户提供610亿令吉的补贴 比家庭用户的6亿3000万令吉还要高 伊斯麦沙比里也透露 内阁成立的解决人民生活成本特别委员会 将在下星期一开会应对物价上涨课题 消费人联合会以及槟城消费人协会 也会受邀出席提供意见